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着带狗出去玩的旗号 竟然和小伙伴在泥坑玩耍 回家硬是变成了泥娃娃 不生气 不生气 亲生的 亲生的 再不给洗澡 一会儿泥巴干了 可就成雕塑了 再说了 不洗干净就打 万一打错了呢 说前两天 消防在排水作业时 看见一大哥在附近徘徊 有啥需要帮助的吗 甭提了 这不大雨时为了抗洪 把车停在了地下车库门口 车里有当天发的奖金5万左右 别急 在消防的帮助下 大哥从车后备向的备胎下 取出了一个黑色塑料袋 男人藏私房钱的方法 真是层出不穷啊 你瞅瞅 除了提到的5万奖金之外 还有一元 五元 十元 以及各种面值的私房钱 辛辛苦苦好几年 一下回到结婚前 好不容易藏的私房钱 就这样浮出水面了 哥们 要我就不吱声 虽然钱回来了 但以后日子肯定不好过呀 好家伙 病号在床边坐着 亲爸在病床上睡觉 到底谁症病在医院书宴 谁让这医院的病床太舒服呢 当爸的竟然不知不觉睡着了 就离谱 终究是我一个人扛向所有 萌娃一脸 胜无可恋 他来从孩子窗币 结果觉得那个房床很舒服 一直就睡着了 我怕他把他那个车管给碰到了 我就把他放到里面 原来父爱如山是躺着像一座山 一动不动就那么储着 一直处着 说真的 要不是为了去医院陪爸爸休息 我生病早好了 这姑娘卖着小碎布 着急忙慌的 啥事需要咱帮忙 这大吓天的 给消防员送个清凉 只见姑娘顶着35度高温 把两大豆子冰棍扔地上后 撒腿就跑 等到消防员追出 人美心更美的姑娘已经走远 你追我感的一身汗 快回去吧 一会冰棍都化了 买个冰送个棍 一口一个大牙印 甜甜嘴 真得劲 清凉解暑小宝贝 夏日炎炎 有你超甜 这绝对是消防小哥哥们 吃过最后的冰棍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闯闯 兄弟们冲啊 一看就知道 这是太久没撒花的吧 那可不 你瞅瞅这整期的小步法 一会儿在马路上列队狂奔 一会儿悠闲的压马路 就是这道上全是车 危险呢 幸好相关部门 及时赶往现场进行处置 我想要弄防的生命 想要奔跑在马路之上 走自己的路 让人无路可走 啥 马路不让马走 这上哪说理去 这干啥呢 这么热呢 新郎官正带着人来接亲呢 真是锣鼓喧天 鞭炮其名 轰击周战 人山人海 只见新郎一行人 刚走到大门口 就吃了个闭门羹 关卡重重啊 可即使大门紧闭 远墙再高 也挡不住会功夫的新郎来接亲 在半郎的辅助下 一个加速上墙 冲攻进门 你是来接亲的 还是来抢亲的 新郎会功夫 门墙挡不住 这轻车熟路的 之前没少翻吧 这轻车熟路的